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是意志游戏,这个游戏跟上次的叫那个什么Rush Time是不一样,它叫那一个叫Smart Games,就是聪明的游戏,就是这一个其实这一个其实从我小时化其实就有各类的这一种游戏就会出现,我记得之前是小圆珠型的,小圆珠型的,然后这一个它的版本是五角星的样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好玩不好玩,当然它好像这个也是介绍,它又有魔方类似的主件,所以它的系列会很多,大家可以看,它那个就是又有叫什么的Happy Cube这种,然后像这种可以建立起小的方块,还有这种珠子要把它如何才能才能这一个才能放进啊,放进这样一个一个透明的盒子,然后这一款大概就是我买的,这一款就是我买的,当然它下面有 好多好多的系列,好多好多系列,当然了就是对于啊,对于像我这种,如果要把它玩会了,估计也是很难的,还有啊,它估计还有一些别的游戏,它这一个应该是它的广告书吧,说明这一类意志的游戏还是很多的,所以啊,我觉得在家里如果有小可爱的话,有什么,就是可以买来自己家里做一个娱乐, 这也是我比较推荐的,因为像现在如果就关完平板啊,或者是Pad什么的这种啊,其实可能对那个眼睛啊,视力什么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对这一类的家庭意志类的游戏啊,或者给小孩子可以开发智力的,我一直是还是比较推荐的,这一个是六岁起可以玩,六岁起可以玩,那么也是毫无用的,我玩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当然上次也有翻车,也有翻车,那么这个,所以说希望今天这个就不用翻车,然后这一个, 盒子还是不错的,它是一个硬塑料的盒子,那么呢,其实也是方便组装,就是鞋带,而且就是也耐摔吧,因为像小朋友有时候玩,他可能会把它摔倒啊,或者把它磕坏,但是这个完全就不必担心,这一本呢,是一个说明书,说明书,然后就是说,估计有各种不同的玩法,我看了一脸懵啊,一脸懵,好像好难的样子,然后说它里面会有一个,哦,这个是,哎,这个是结果,它有这个结果, 然后说how to play,然后说,哦,你要按照这样的方式,然后才能把这个五角星啊,在这里面填满,哦,看,哦,它估计有各种的组合方式,然后就从简单的,就把剩余的,就可以填进去,然后后面是一些,难的一些级别,然后就放在这里,让你自己啊,进行一个使用,那么,嗯,对于我来说,因为上次的教学,我知道,如果我自己 先不把这一段,就记录下来啊,我等会儿肯定是把它放不进去的,那么看看它是几层啊,哦,都是一层的,都是一层的,所以我现在做了个记录,我等会儿啊,录完视频,我放不进去,我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呢,它这里啊,是有几个新兴点,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它,我就不明白,大概就是按照这样的放,就可以把剩余的给它放进去吗,我拿走试试看,我先按照第一个步骤吧,大家看是这,是这一个步骤, 好,好,我现在这个对焦对好,然后按照这,这一个步骤来,来给它放啊, 这个好像有点侮辱我之差啊, 已经放好了,这一关,哎呀,哎呀,这个,我还是来个难度高点吧,就这个71吧,71,不是,那一个好像太,就是有点太简单了,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这样的话,都是这样的话,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啊,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这样的话, 先瞎放访试试吧 这个有两个都不行 这个到了71还是有一些难道 不能一眼就看出来了 大家说可以看答案 可以看答案 那我想这个算了这个算了 这个这个都要看答案 这个就是有点有点太那个了对吧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不行 好 这个好像有一点难度 这个好像有一点难度 我再坚持一下 不行 我看个答案 我再坚持一下下 这个确实 这个难度确实有一点 这个难度确实有一点 大家来看 这个该怎么解 这个确实有一点难 肯定不能放这里 不对啊 看答案吧 气死我了 七十一 看答案七十一 不是吧 答案 他说是这样 这谁能想到呀 哇 不是吧 他是这样 哎呀 这一个好像有点货 有点货 然后看我要看 要一百一十一 他这个答案是什么类型的 不我不明白他一百一十一到时候是怎么玩的 哦 我知道了 他的意思是特定位置要卡住这两个点 但是呢 你怎么放 他不管 那么所以再挑一个120吧 120 哇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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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估计我这个智商这样拍下去 这个时间太长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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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还是投降吧 然后这一个系列看着还是真的不错的 对于小孩子玩 这个难度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的 从一开始的第二个 就是终极难度 我就觉得需要思考很久了 思考很久就不用说更后面的 所以说大家喜欢这个系列也可以自己购买 我觉得这个系列玩还是不错的 所以家庭意志类的游戏 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这一个的 然后如果有喜欢的自己也可以购买 然后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也请点赞关注 及订阅 然后谢谢各位的观看 哇 这个好东西 我以后看见如果有别的系列 我也会买回来 有机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谢谢